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无线吸尘器上的充电器 现在的故障是插电无输出 它是一个100到240伏交流 0.5A输入 输出是13.7V 500毫安的一个充电器 像这样500毫安的充电器 如果换2A到1A的电流 一般是容易损坏用电器的 所以这样的充电器有必要维修 下面我们给它打开 很显然周围没有螺丝 我们只要给它一撬就开了 撬开以后我们看看它的内部构造 这就是它的两个插头弹片 是焊接在我们这两个位置的 很显然这两个点就是交流输入端 四个二级管组成的整流桥 一端接整流桥的Z端 一端接二级管的Z端 Z端输出正电压 Z端输出负电压 经300伏滤波电容滤波 加到我们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经初级加到我们的芯片 内部供逆管的漏级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KP2122DP 这个芯片它的一角式供电 在300伏上取得电压 经这两个启动电阻 经这个电容滤波以后给一角供电 当电源正常工作的时候 通过反馈绕组 通过这个二级管整流 电阻线流 电容滤波以后给一角再次供电 它的二角是空角 三角是电压检测引脚 也就是稳压引脚 通过我们这个绕组 这个二级管的Z端 通过这个线流电阻和这两个分压电阻 以后给三角取得取样电压 进行稳压 四角是电流检测端 外接电流检测电阻 五角六角是300伏输入 它是通过开关密压器的初级 加到五角六角的 七角八角是接地端 这个芯片现在的故障是一角对地短路 我们看一角对地短路 经过测量这个滤波电容没有击穿 这个二级管也没有击穿 所以确定是这个芯片损坏 下面我们把芯片焊下来 这几个原件就是DRC房间封电路 是防止功率管 因开关密压器的反向峰值 电压过高而击穿的 后边就是一个输出滤波电容 和一个输出整流二级管 这个位置是一个抗干扰的电容 接在冷地和热地之间 好 我们把镊子放到芯片的下边 给它翘起来 然后用烙铁给芯片的四个引脚加热 让它共同受热 这样一面就下来了 我们再用同样的方法 把另一边给它撬开就可以了 已经下来了 我们把它焊下来以后 发现这个位置不短路了 它的一二角是短路的 下面我们拿一个新的芯片 给它换上 新的芯片很显然 一二角是不短路的 芯片更换完毕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它的输出是否正常了 14.7V完全正常了 下面我们测量一下 KP2122正常工作时 各引脚的电压 黑表笔接在它的 七八角上 因为七八角是接地 它的一角电压是 11V 供电是11V 二角是0V 三角 0V 四角 0V 五六角 321V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